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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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我伪造的 什么 伪造的 你《红楼梦》被禁之后 广为流行 小人的铜牌都因道客发财 小人我一时贪念又恐怖又收稿 故人托人伪造 冒充曹雪芹之名啊 带走 哎呀 大人饶面吧 大人 大人 大人饶面吧 给我收 走 走 哎 这个季大人啊 人家也许对他没有什么意思 他可千万别表错情哦 你说什么啊 你还没看出来吗 我们季先生自从见了那个湘芸 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 简直像透了那个贾宝玉了嘛 啊 贾宝玉 对啊 贾宝玉不是说过的吗 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泥做的 我看我们先生的骨头也是这样 一见了女人就化了 这么好一本书 你就只记了这两句啊 你知不知道湘芸走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 哦 什么谜啊 虽是半天风雨过 何曾闻得樊铃声 这么有学问呢 我可听不懂了 什么意思啊 哎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就知道红楼墨的原稿放哪里了 那我们季先生也真是的 他干嘛不当着江云的面 问个清清楚楚呢 那季大学问的面子放哪里呢 哦 那我明白了 原来我们季大人 怕在湘芸的面前 丢了季大学问的面子 对 人家就是要考考季大人的才智 这两句诗呢 就像《红楼梦》里薛宝采做的灯米一样 如果我们季大人连这都猜不透的话 那还有什么资格保留《红楼梦》的原稿呢 那这个女人挺有心计的啊 哼 我可剁不过她了 哎 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人都在争这个原稿哎 它不是一本反书吗 争在干嘛 哎 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 虽然它是一本反书呢 可是却人人真要看 人人真传操 而且啊所有的书商 也不怕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也要倒科堪行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更说明《红楼梦》是一部真正的好书啊 真正的好书它就不会是反书 真正的好书它会是流芳百世的 对嘛 我也说它是一本好书啊 故事很好听啊 可是我拿回来的书稿跟话 都被不刚巧走了 这个王八蛋 我今天晚上是法偷回来 哎 不可莽撞 雪芹先生的真迹和原稿 还由湘妞姑娘保存着呢 她现在对我们还不够信任 我们必须找到她 保存好原稿 一位九泉之下的曹公啊 对啊 那我就可以知道 到底代也没有嫁给宝玉了 哎 搞不好她取的是薛宝采 我不喜欢薛宝采 你快想想 到底什么是樊林生嘛 樊林生这还用想吗 承熙樊天寺啊 你要去当和尚啦 嘿嘿 昨日半天风雨过 我已闻得樊林生 嗯 哦 原来红楼梦 就在凡天寺里 哦 阿姐 那个湘芸在哪啊 是啊 我也没看到耶 嗯 我看她八成是个骗 公子 纪晓岚这箱有礼了 先生真信任也 哎公子 我们到藏金阁一忧如何呀 先生 你怎么知道藏金阁里面有文章的 藏木于林 藏水于海 藏文章与金阁 才天一而无缝啊 先生 请 请 二位女施主 此门通往藏金阁 请二位女施主留步 二姐 她说什么呀 她说啊 女的不能进去 女的不能进去啊 女的不能进去啊 那她呢 她是男的 喂 师傅 你眼睛睁这么大 男女女都分不清楚啊 男就是女 女就是男 阿弥陀佛 阿姐 这怎么办啊 我们只好先上厢去吧 我笑《红浪梦》这部写进天下男女情爱的书 居然藏在四大节空的佛经中 十分有趣 曹雪芹在世之时 与此事的方丈乃默逆之交 我 雪芹有情 和尚岂能无意啊 季先生 请看 夏威宇出世云玉清 你 留到了一尽容光复 秦西兰草土 果然是先生并莫 好 大人 福大人到 快快有请 福大人请 喝哪 福大人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 请过来欣赏一些 你从季府搜来的书页还有画中 大人是方家 我是一个粗人 哪里懂得我自画的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你来看看 这《红楼梦》的书稿 绝非曹雪芹的真迹 而是别人的手抄 瞧 这字形 默结 足可乱真 还有这秦西兰草土 尽管这门图章 看起来像是真的 但是 瞧这儿呢 此处的棋笔 露出了马脚 但总的来说还是 临摹得唯妙唯孝啊 我想她既小兰 也早就看出了这些全都不是真迹 那 那都是假的 哎 何大人 您怎么看出来的 难道您和曹雪芹认识 宋妹平生 只不过我在琉璃厂啊 曾经亲眼见过她的真迹 还有她用来换酒喝的一把宝剑 当时我跟店主说 要买下来收藏 可店家说 这些货早就有主了 摆在这里展示几天 已误会有而已啊 那东西师傅还在 我去把它没收充公 不可鲁莽行事 况且那些东西恐怕早让人买走了 真是晦气 不过何大人 我这里还让你提起的事 要向你禀告 是不是那季小兰 又有了什么新动向 她和那两个丫头今儿一走 就到承熙梵天寺去了 承熙梵天寺 嗯 那个黄叶村在承熙 曹家那个侍女在承熙 梵天寺也在承熙 那 我就派兵包围梵天寺 不 那季小兰 一定找曹家那个侍女要书稿去了 而书稿 一定藏在梵天寺 那我派兵去不正是人赃俱获吗 季小兰比泥秋还滑 那不好饭被她咬上一口啊 别急 容我慢慢想想 想想 有了 好 咱们来个 隐蛇出洞 唯卫就诏 您还是让我包围梵天寺 不不不 围的是武库全书馆 我算听到季小兰 一定把曹雪晴的真迹 转移到那里 以便鱼目混珠混混过关 你正好来个放虎归山 问中捉鳖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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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是我和季小兰脸对脸的碰上呢 不会的 那时候我正和季小兰在老星台换装饮酒呢 何大人您真是高啊 哈哈哈哈 阿姐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小月 先生看的是原稿 不是几张而已 懂吗 我们还是耐心点等 哼 那个女扮男装的家伙 谁知道她是好是坏 她 你是说湘芸 对啊 她说她是曹雪晴的临终侍女 谁知道是真是假 小月 你就是还瞎说 可是我真是担心先生 阿姐 我们俩冲进去吧 冲进去 这里是佛门圣地 可是 我怕那里头万一有埋伏呢 我想季先生早就考虑到了 先生何时做事 不都深信不疑吗 嗨 我们家先生呢 难道他在这里头了 没有 先生没有在里面 红楼梦在里面 红楼梦 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继续让秦二维姑娘 先把这箱子送到武库全书馆里 请问 我们先生为什么不来呢 对啊 对了 刚才有一个官员来找他 官员 为什么没有官员 知道我们在这里 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 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呢 是不是和尚又在搞什么鬼 阿姐 我去看一下 小月 先生的事情她自己会处理 我想我们是照先生的吩咐 将这个箱子送回武库全书 二位施主 慢点 谢谢啊 多谢 阿姐 你放心先生吗 又是好不放心呢 可是 她看到那个相遇人就昏了 怕是从藏经哥里不出来了 小月 你乱说什么啊 我哪里乱说啊 你看她迷喉咙梦都迷成什么样了 我看她是心里有鬼 你想哪儿去了 快走吧 一路上我们要多加小心呢 驾 没想到啊 何大人还有如此之闲情雅致 老星泰对酒赫施 何大人离开军机处 便直接去了老星泰酒楼 他说在那儿静静地恭候 这都让我一头雾水了 不知何大人摆的是花月酒啊 还是鸿门宴呢 我想是花月酒 何大人说了 一是为您无故下雨坐牢 陪酒接风 二是有军机上的大事与您商议 好 我随你去 轿子已经备好了 在山门外候着呢 想得周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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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那个曹雪芹真的是太会写书了 我才听先生说了这么一段 我就迷上《红楼梦》 迷上那个贾宝玉了 是归曹雪芹这件事 要不然你可为难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知道 到底喜欢贾宝玉好了 还是喜欢曹雪芹 那我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 阿姐你说曹雪芹和贾宝玉是同一个人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呢 先生说不是 可我猜啊一定是 那么赶快回去问湘芸不就知道了吗 对啊 那我们赶紧回家吧 驾 阿姐 他还是来抢《红楼梦》的 《红楼梦》的 《红楼梦》先交给我们的 如果被抢 我们怎么见先生 交出箱子 你们也可以走了 小月 闯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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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大人来了 有请 何大人 鸡大人 久等久等 哪里哪里 何大人如此破费 这鸡某如何过瘀的血 还破费 你瞧有什么呀 来 鸡大人请 何大人请 何某不胜荣幸 这些日子 皇上和太后出巡 你我留经职守 我作为首府大臣 李当请鸡大人过府来聊聊 可是一直没这个机会呀 何大人 何大人为了红楼梦这场官司 还被下了天牢 实在冤在网也 此事于情于礼 于友于朋 何某都立当备几杯小酒 为鸡大人押金啊 好 只要何大人这场酒席 不是为了取笑计谋的就好 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我同教委官 实在辛苦得很 整日为国事操劳 难得有机会小聚一次吧 今儿个 我还特意请了两位姑娘 为咱们重庆 哦 好 只要何大人 您今天摆的不是鸿门宴 那计谋就放开胆量 陪何大人多喝几杯哦 好 见过两位大人 鸡大人 这二位姑娘擅唱小曲 一个叫小如 一个叫茶鹅 鸡大人选一个住酒吧 何大人想得很珍珠的 要不这样 咱们提赠诗莲 其中或字或译 一定要带出 你选中的姑娘的名字 如何 何大人先请 鸡大人先请 何大人先请 好 那我就先说 好 小众为家 小楼春暖 得小众且小众 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如今爱连 妙如何 改变 妙 真是妙极了 好 小如姑娘归了何大人 好 那 季大人就为嫦娥姑娘提个十连吧 灵药未盈偷 看碧海青天 夜夜此心何所尽 明月几时有 我怕穷楼玉语 依依高处不胜寒 好 好啊 好一个高处不胜寒 其实桓公犹如月宫啊 你我二人已经是感同身受 年生日久 龙位之下 气又软软 这个道理 你明白 我也明白 何大人 季某明白的是 要报效国家 想天下之势 当一天官 就要为百姓分忧 谬言 此大谬言 你所谓天下之势 百姓之忧 那是皇上考虑的事 你我多嘴一句 我们做臣下的要做的 就是一切都听皇上 皇上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皇上没有说的 千万不要去做 你永远要显得比皇上愚蠢 比皇上迟钝 我保你平安 是 照何大人这为官之道 那咱们这些当大臣的 这脑袋 不就是个会说话的肉喇叭吗 你呀你呀 你吃亏就在于此了 好了 说这些干什么 咱别搅得久些啊 唱曲 唱曲 何大人 纪大人 福将军让我来报告二位大人 福将军已包围了五库全书馆 并且发现了两个不明来历的箱子 据说是从丛西梵天寺那儿运来的 还有这等事真是的 这顿饭都没吃香蝇 是的 其他人我们还没动瓜呢 你瞧瞧 其他人 要不然我们一头去看看 那五库全书馆 可是你的地方啊 也好也好 我想福大人这回一定是收获不小啊 何大人 请啊 请 何大人 这边是从梵天寺运来的两只箱子 这里边会是什么呢 是什么人运到这里来的 是继府的墨寿跟小月 那既然是从梵天寺运来的 里边装的肯定是佛经啊 不 是禁书的 墨寿跟小月拼死拼活 都不让我上前检查 那这事还真得问问纪大人啊 纪大人 你看这里边装的会是什么呢 这怕是要把箱子打开才能知道啊 一和某看 还是不打开的为好 你万一打开了 那可会掉脑袋的呀 看来何大人跟胡大人 都看中了季小兰这颗脑袋了 要不这么办 何大人 这箱子由胡大人派兵日夜把守 等皇上回京之后 咱们在圣殿之上皇上面前 当面打开大白于天下 二位看如何啊 那好啊 那不过既然纪大人这么讲 那咱只好怎么办 好 那就等皇上回来再说 多谢二位大人 让纪小兰这颗脑袋 在肩膀上多呆两天 多谢 纪大人真会开玩笑啊 纪先生 你们俩这干什么 莫丑该死 小月也该死 哎呀你们你们这把我搞糊涂了吗 谢谢 红楼梦的书稿 已经落在红楼梦手里 二位姑娘快快请起 起来起来 听我说啊 那箱子里啊 就是两块石头 石头 可是你明明说那是红楼梦啊 我说是红楼梦 你们才会拼死去保护它呀 红楼梦才相信那是真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 先生是用钓舞李山剂 不但骗了红楼梦 也骗了我们 先生 你太坏了 欺骗了二位姑娘 多多恕罪 多多恕罪 害得我都哭了好几回 太不值得了 那这样吧 我去给你们做饭 算是赔罪了 怎么样 我呀 刚从东坡食谱中 学会了几洋菜 今儿个我就给你露一手 怎么样 好好好 我做饭去 阿大人 这么晚了什么急事儿 那个箱子还在吗 重兵把守丝毫不动 没准那真是一箱子石头啊 大人怎么知道 季晓岚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了吗 他这是生动极虚啊 果然周转得漂亮 那晋书在哪儿 难道转移到了季府 不 在梵天寺 你立刻调兵梵天寺 好 大人告辞了 这么晚了 还有人来找季先生啊 小月姑娘 何大人 怎么是您啊 不好意思 惊扰你们了 您是来找季先生的吗 不不不 我是回府 顺道看看二位姑娘 回府 这里回府并不顺道 的确 我从宫中回府的确不顺道 可是我从梵天寺而来 恰恰经过这里啊 梵天寺 您夜里又去了梵天寺 对啊 不如宝唱 焉得宝树啊 小月姑娘 请看 请看 你找到红楼梦了 红楼梦 不不不不不 我 仅找到了一部石头机而已啊 小月 小月 还是莫姑娘聪明 小月姑娘 请你务必转告季先生 就说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啊 啊 告辞 先生 嗯 要不今天晚上我和阿姐 再到和珅府中 把那书偷出来 万万不可 她既然能拿着书到我门口来示威 她就不会不防着你这招 可是这红楼梦 也不能白白地落在她的手中啊 小月 先生说得对 和谁的重兵埋伏 我们两个怎么抢得到呢 那怎么办呢 先生 有计吗 我现在满脑的浆虎 哪有什么计啊 就是 平日里我记也挺多的 这会儿全部见了 先生 你放心 你没有记 我有记 先生是君子 莫愁是小人 君子没折 小人有招 你有什么招 先生一等着瞧救世了 小月 我们走 阿姐 去哪儿啊 阿姐 真好看 打得比我们还好啊 我会向着开气的 那看什么 看人呢 看人 嗯 阿姐 阿姐 她干什么 我们演戏可没这样哦 走吧 走 走 我们九姨太约您在月来客栈见面 好 老板 您来了 分在楼上等您 请给我来 好 老板 您来了 请问三姨太约您在那 packet 是尸殆您 请够 赵佛 怎么会让你anton 他会让你加车 尸贴真 Lily 多宜 ép影片 我敢 силь 因为准备在11集 高老板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不是我来得太慢了 是你的心 太急了 太急了 二位客官 您的菜齐了 行了 楼下伺候什么 有事爷会叫你的 二位客官请慢用 谁啊 我家先生久仰高老板的大名 想请他喝一杯 丧心 高先生没块儿 我家先生说了 必须请到高老板 你去 把他赶走 高老板 打扰了 我跟你素不相识 喝的什么酒啊 是我们这位爷想请你 高老板务必赏脸啊 赏个屁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我心情好 要不然 早把你们打出去了 快滚 酒不喝不要紧啊 何必行此大礼呢 你 你们 敬酒不吃你吃法酒 是你至少的 快 干什么啊 高老板 高老板 哎 高老板马上就来 看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太行商的采花大盗 喂 喂 阿姐 她不会死了吧 不会吧 我看她品质下婚了而已 哦 这样就好 哎 阿姐 我看这还挺好玩的 什么 你 你要去见和珅 对 我要去求何大人看一遍红楼梦 也许她会心软 也许她会保存下来 不行 红楼梦已被定为反书 官府正在缉拿你 你现在出面真是太危险了 如果向云入狱 能够患得红楼梦的万事流传 向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不行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我 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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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云快来帮忙 快过来 我去找金先生 向云 这怎么回事 你 你 被绑的这个女人是和珅的九仪太 我们用她去换回书稿 和珅不敢不答应的 先生 这行吗 这 放心吧 我和阿姐都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说我不是太阳山上的彩花大盗 他们不会想到是季先生干的 嗯 这个季难道不行吗 这个九仪太啊 倒是和珅最喜欢的女人 这个季虽然笨了点 可是 行不行 向云姑娘说了算 此机万万不可 向云先生都没有反对 你又说那么多 晓月 不计划 莫姑娘 小月姑娘 你们二人出生入死 全是为了夺回雪芹的手稿 向云真的很感动了 可我不想夺回来的书稿上 沾着乌迹呀 各位的好意 向云心领了 我还是汽车何大人吧 告辞了 那九仪太怎么办 难道放了他不成吗 何大人忙于公务 数不降客 他如果知道我来了 一定会见 那夫人您如何称呼呢 曹雪芹临终侍女 湘芸 一部石头记 千秋血泪篇 大人 您也看了此书吗 如此奇书 也能错过 那么大人可认为 红楼墨是反书 秦西兰草图上的诗 是反诗呢 千古奇缘 红楼一梦 这么说来 大人能为此书平反 心有缘 力不足 姑娘 这反书一词 乃皇上旨意 和珅只恨自己不能早点禁言 如今已筑成铁案 回旧万一 何大人如果与季先生联手 难道也不能说服皇上吗 我和季小兰联手 我和季小兰联手 朝廷上下 任任皆知皇上最信任的 唯有何大人与季先生 姑娘说的也许有几分道理 先生 您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既然姑娘这么说 大义当前 何某当仁不让 嗯 在这说 我怎么能令姑娘失望啊 草先生九泉有之 对何大人必定感激不尽啊 好 来人 老爷 拿我的麦铁 到祭府上 请祭大人过来一叙 回老爷去过了 我亲自到了月威草堂 说老爷请祭大人过府来议事 祭大人说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 我这两天跑路 跑得脚都起了泡 正在用药泡脚的 姑娘不要介意 祭大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这个 别愣着 再去请 多派几个人去 把祭大人请来啊 去吧 是 快去 呦 季先生怎么会是您呢 怎么就不是我了 去禀告你们家老爷 说我要见他 呦 季先生真不凑巧 我们家老爷正在会客 你告诉他 说我有要事相见 季先生那您稍后 我去禀报老爷医生 快去快去 齐禀老爷 季晓岚先生说了 除非老爷今天晚上设宴 他才肯过来商谈 哎呀 哎呀 这个季晓岚她就是贪吃 好好好 一桌酒席又能破费多少啊 呃 只是 委屈姑娘 要在毕社 多耽搁一些了 好 我就再等一等 哎 季晓岚呢季晓岚 你怎么能让湘芸 只身就入了虎口呢 真是 嗯 季大人 嗯 您恕罪 嗯 我们老爷说了 今天他盖部会客 您请回吧 他真这么说的 对 哎 你告诉他啊 他要不见我可就走了 他可别后悔 那容小子再去禀报医生 去去去去 哎 不行 我跟你一块去 哎 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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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两个跑哪儿去了吗 我们刚又把九姨太 送回客栈去了 对啊 我们又去了西班 把那戏子抓了回来 送回客栈 跟那九姨太送到一对了 你们两个可真会管闲事 先生 刚回府上才正要来这儿 先生没事吧 我倒是没什么事 可是湘芸姑娘还在里头呢 啊 那你这不是送羊肉糊口吗 这 哦 我知道了 是你怕了 让湘芸姑娘自己来讨回书稿吧 哎 小月 你 你怎么这样跟先生说话呢 本来就是嘛 他跟和珅斗了好多年了 都没斗到和珅 我看啊 这个湘芸比我还笨 进了这个门 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是啊 是 我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个时辰了 可那个和珅他就是不让我进去 他敢 阿姐 我们俩打进去 小月 你就听先生的嘛 就是你 我 听他的 你看他站在这儿 连大门都进不去 听我的 现在去大门口放把火 然后我们两个绕到后门来一个 你呀你呀 哎 你可真是个良山好汉 一个草寇 动不动就放火呀 那我一肚子火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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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嗯 Ul 有夜 兩行 江上雨 天南地北的人 將道裡的詩之記 臉上 窘望後下沉 心存百姓的人 百姓心中 自有你 說的都是你 唱的都是曲 鐵齒同牙 兩片醉 吃的是下過的米 說的都是你 唱的都是曲 鐵齒同牙 兩片醉 吃的是下過的米 走的是人間的道 看的是屏風的起 鐵齒同牙 兩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走的是人間的道 看的是屏風的起 鐵齒同牙 兩片醉 百姓心中有了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